晚上凭药肾虚,你该喝这个了。 从此一觉到天亮,不必跑厕所。 晚上是身体休息的时间,人体代谢也会降低。 因此晚上起来尿尿的次数不应该多,大部分是一觉到天亮。 也有晚上起来一至两次的,但是晚上起来三次以上,你还让不让人睡啊? 夜尿多会影响睡眠质量,很多人都不慎其烦。 如果没有大量饮水或吃利尿的食物。 。 长期夜尿多,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了。 。 中医讲肾煮水,撕开盒,夜间一个是阳前余阴,小便不应该多的情况。 。 若小便多则提示肾可能出状况了。 。 一般来说夜尿多血清肠,视肾阳不足,无力气化生疼。 。 因此在治疗的时候要闻肾阳,中阳化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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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程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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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用 温洋化气,补中益气 肉桂能温肾、状、洋、主治肾洋不足而引起的胃寒、叶尿多等症 大米和甜酒均有补中益气的作用。 此周强先天,易厚天,同补皮肾之气。 使肾温洋化气,皮韵化水时。 体内水分能正常运行,缓解液要多的情况。 柱,甜酒也有较米酒的,度数不高。 10度以内,甜酒一般有糯米悬浮。 米酒则清成,产妇坐月子时会与鸡蛋同煮,补中益气。 雪梨一米水,Ico。 雪梨的芯田加上一米有趋势的作用,这款饮品简直是日常必备。 。 食材,1米120克,雪梨2个,清水2500毫升。 。 1,抓一把一米错洗前镜。 1,抓一把一米错洗前镜。 1,中火煮,直至1米成开花状。 3,雪梨去皮和辛燃厚切成块,再放入烧开的水里。 。 4,这时候也可以看看雪梨的软硬程度。 。 喜欢绵绵口感的就多煮一会,喜欢脆爽的就差不多可以熄火了。 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。 。 晚上是身体休息的时间,人体代谢也会降低。 。 因此晚上起来尿尿的次数不应该多,大部分是以较到天亮。 。 。 也有晚上起来一至两次的,但是晚上起来三四以上,你还让不让人睡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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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尿多会影响睡眠质量,很多人都不慎其烦。 如果没有大量饮水或吃丽尿的食物。 长期夜尿多,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了。 中医讲肾煮水,撕开盒,夜间一个是阳前余阴,小便不应该多的情况。 若小便多则提示肾可能出状况了。 一般来说夜尿多写清肠,视肾阳不足,无力气化生疼。 因此在治疗的时候要闻肾阳,中阳化气。 肉桂甜酒粥IQO。 肉桂三克,甜酒,米酒,适量,大米适量。 。 做法,肉桂用纱布包起放入水中煮开。 。 将大米放入其中,大火煮,大米开花,裂开,时放入甜酒。 。 改用小火慢炖,制周成,将肉桂起出。 。 睡前三小时之前喝。 。 作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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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阳化气,补中意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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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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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肉桂能温肾、状、羊、主治肾羊不足而引起的胃寒、叶尿多等症。 大米和甜酒均有补中益气的作用。 此周强先天,易后天,同补皮肾之气。 使肾温阳化气、皮韵化水时。 体内水分能正常运行,缓解液要多的情况。 铸、甜酒也有较米酒的,度数不高。 10度以内,甜酒一般有糯米悬浮。 米酒则清成,产妇坐月子时会与鸡蛋同煮,补中益气。 雪梨一米水IQO。 雪梨的芯田加上一米有趋势的作用,这款银瓶简直是日常必备。 。 食材,1米120克,雪梨2个,清水2500毫升。 。 1、抓一把一米错洗前镜。 。 2、一米和清水放进锅里,中火煮,直至一米成开花状。 。 3、雪梨去皮和芯然后切成块,再放入烧开的水里。 。 4、这时候也可以看看雪梨的软硬程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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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